HELLO 大家好 我是愛麗森 今天我們來到山上玩手作 我們這邊是苗栗南莊新開幕的手作咖啡廳 那我特別預約了今天要來玩DIY的手作體驗喔 跟我來去看看吧 走 哇 這裡面好漂亮喔 裡面佈置的非常有氣氛喔 你們看 欸 我發現一個很酷的 這個機器人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但是我覺得非常的帥 我來問一下店長 哈囉店長 請問一下 他是誰 他是出自一部叫做勇者王的機器人動畫 他叫做我王凱雅 好 我還是不懂 沒關係 男生們你們應該知道 勇者 OK 哇 這真的非常帥 這是你自己 自己手工製作的 對 都是自己手工製作的 哇 這個上色非常的精細耶 而且我看到那邊還有喔 我們過去看 他是來自一部號稱機器人動畫史上最熱血的作品 天原突破 老闆介紹真的非常的熱血 雖然我還是不懂 但沒關係 我相信熱血的男孩們你們應該都知道吧 接下來是我們女孩們 熱血的時候到了超可愛的瓦莉 登登 這真的超級可愛的耶 而且我好好奇喔 就是 他是什麼材質可以做出這種 很像金屬又有仿舊的感覺 他其實是用紙箱做的喔 蛤 紙箱 你這是我們平常在包東西那個紙箱嗎 沒錯 就是你網購來的那些紙箱 Oh my god 這太厲害了吧 快點 攝影師我要跟瓦莉合照 耶 那我平常除了做這些比較大件的作品以外 還有在客製一些比較小型 比較適合送禮的商品 那在這邊帶你過來看看 哇 好期待喔 我發現這個很特別耶 我比較想在外面看到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是鐵絲折的造型小夜燈 打開它就會亮了 哇 很漂亮耶 有沒有 這個很適合擺在房間 超可愛的 欸 那我上面這個圖案啊 我可以自己客製嗎 可以啊 你只要來圖 我會把它稍微修改成一個比較簡單的線條 那經過你的確認OK的話就可以製作了 哇 超棒的 欸 很適合做那個生日禮物 還有就是情人節禮物 想不到要送什麼的話 我覺得這超適合 我可以來客製一個小幫手夜燈 像這一個就是之前有客人客製他們家的狗狗 啊 超可愛 所以如果你們有毛小孩啊 就是狗狗 貓貓都很適合做這個 很有經驗性 我覺得超可愛的 然後還有少女星大爆發 這些熊熊也太可愛了吧 趕快看他們 這些都是我們新手繪製的哦 很美吧 很美吧 好可愛哦 老闆請問這些全部都可以DIY嗎 對 只要有牌子的都是可以手做的項目 哇 我快要選擇障礙了啦 那我來問一下好了 就是如果新手有沒有比較推薦 不容易失手一次就成功的 像是這個超吸水杯墊跟玫瑰花扣相似 都是很簡單上手 那像現在很多人喜歡玩乾燥花 這款乾燥花白飾也可以嘗試看看 好 經過一番掙扎之後 我決定我還是要玩乾燥花 那我們去找老闆拿材料 走 好 老闆我決定我還是要玩乾燥花 好 那您的材料包在這邊 那妳可以選一包乾燥花 哇 可以自己選耶 你們覺得要選什麼好 天啊 我好困難哦 每個都好美 紅色的還是藍色 好吧 我決定我來選這個 我覺得這顏色蠻特別的 我要這個 好 那我帶您到我們的手作區 好 要來玩手作 我們還有提供圍裙 哇 好貼心哦 如果怕衣服弄髒 對 就是我們女生呢 一定要穿這種白色夢幻洋裝 然後每次我都會被小幫手捏 又要把衣服弄髒了 好險這裡有圍裙耶 可以安心的來玩手作囉 這邊是我們的公用區 像是有襯子 還有水 都在這邊可以取用 哇 我發現這個很漂亮 彩色的這些是什麼 桌面這些都是可以免費 提供做裝飾使用的 然後這個咧 這圓圓的這個是什麼 這是待會兒 如果你需要做調色的話 可以使用的色粉 哇 好迫不及待哦 好 我們馬上來開始來玩囉 好了 完成囉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放在這邊 等一下再來脫模 好 那我們現在等這個灌模時間呢 我們來去參觀一下 走吧 哇 超可愛的羊駝娃娃 老闆老闆 這該不會也是你自己親手做的吧 這是我媽媽做的哦 什麼 媽媽也太有才華了吧 而且呢 它真的感覺就是跟市面上賣的不一樣耶 這是我媽媽從打板開始一針一線自己做的 哇塞 難怪 就是它整個摸起來分量特別扎實 然後幾乎看不到縫線 就是跟你外面賣的那種線成布哦 真的不一樣 手工果然就是精緻 超可愛的啦 那上面 那也是羊駝嗎 對 它的作品叫 《草泥馬的自我膨脹》 哇 這個我發音要很準 草泥馬 我沒有說張話哦 為什麼呢 這個還是不要講吧 蛤 不要講 不好說不好說 你們自己來問老闆 那我們再過去看看囉 那像這個工業風水館的層架也是我自己盯的 你有看出來是什麼造型嗎 我來仔細看一看 我發現了 你們有發現嗎 就是AS 就是這邊的店名 老闆那個後面那個小樹人 這是用紙箱做的哦 既然瓦力也可以用紙箱做 然後小樹人也可以用紙箱做 你們一定也跟我一樣想不到紙箱可以做這麼多造型吧 再來這一區呢 是我覺得這裡非常美的一個角落 剛好現在的這個光影灑進來啊 然後搭上我後面牆上的這個鐵絲畫 就很有立體感 然後這個搭上旁邊的濾紙呢 感覺就是很有一種很Chill的氣氛 好我要來脫膜囉 小心不要就是壓到我們辛苦擺好的乾燥花 慢慢的哦 輕輕的哦 好 畫出來了 加油 好 完成 來到AS這邊呢 除了可以享用美味的手作甜點 午茶套餐之外呢 重點是可以玩很多的這個DIY項目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帶著美美的作品回家哦 而且啊 也非常適合送給朋友當伴手禮耶 你們如果做完手作之後呢 一定要出去看看外面的美景 超漂亮的山景 然後天空 就是非常漂亮的這個美景 很療癒的行程 推薦給大家 那如果你們想要來的話呢 記得一定要預約哦 那預約方式呢 我會放在這個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點資訊欄裡面的連結囉 好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按讚分享加訂閱 謝謝大家 掰掰 好 老闆我決定我還是要來玩乾燥花 好 那乾燥花的材料包在這邊 這不是進据畫面 然後你不是要講一下說有這個 0